大家好,我是灰 今天我要来说希腊神话十二泰坦的故事 大家第一次接触希腊神话是什么呢? 神斗士星石,或者是游戏,神木之塔吗? 里面的核心角色,宙斯,拿着武器雷霆,用范围魔法把敌人全灭 是不是很好用呢? 这个故事主要是描述古希腊人的传奇事迹 这些故事大多来自于古希腊文学 从最草旗的作品,可以参考河马的两部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古希腊神话对欧洲文明是重要的来源 对西方文化、艺术、文学和语言都有很深厚的影响 从希腊时代到现代 每一个世代的诗人与艺术家都可以从中获得灵感 激发出不同的火花 接下来故事即将展开 在最早之前,世界的一切形体皆为虚无 文物的源头来自于混沌之神卡尔斯开始 它没有任何的形体 也没有明确的性别 它是一切空间以及概念的起源 从混沌之中诞生出大地女神盖亚 黑夜女神尼克斯 黑暗之神二瑞波斯 爱与情欲之神俄洛斯 以及地狱塔尔塔洛斯 二瑞波斯和尼克斯结合之后 诞生出太空之神埃特尔 白昼女神赫莫拉 盖亚身体中轻飘飘的物质缓缓升起 创造了天空之神乌拉洛斯 另外两个物质沉重的飘下 产生出海洋之神彭托斯 以及山脉之神乌瑞亚 有了这些神 为这个世界带来几难有序的开端 创造了整个世界的起头 万物开始启动 后来乌拉洛斯和盖亚结合之后 诞生了12位儿女 也就是6个儿子和6个女儿 以及3位独眼巨人和3位百臂巨人 这一代的神称为泰坦 但是乌拉洛斯认为 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长相怪异 不像泰坦那种正张人的外形 于是出生没多久之后 就把他们关入塔尔塔罗斯 之后乌拉洛斯成为天神之王 开始了他的霸权 但是盖亚对他的儿子 被关在地狱深处里 感到十分烦恼 一直很想拯救他的儿子 于是把他的其他儿子聚集起来 想要推翻他们的父亲 只有最小的儿子克罗诺斯 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于是趁他父亲睡觉的时候 用一把盖牙给的大镰刀 将乌拉洛斯阉割 乌拉洛斯的生殖器 从海里建起的泡沫中 诞生了爱神 阿弗洛迪特 也就是维纳斯 乌拉洛斯逃回天空之后 对他下了诅咒 你未来也会像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所打败 之后便不再回来地上 天空与大地就此分开 克罗诺斯推翻了父亲 乌拉洛斯的暴政之后 当上了众神之王 在克罗诺斯掌权不久之后 娶了姐姐瑞亚为妻子 但是在心中一直挂念着这个诅咒 为了避免这件事的发生 克罗诺斯把瑞亚生出的三个女儿 和两个儿子都吃掉 这时候瑞亚求助于祖母盖牙 并且听取了盖牙的建议 用一块石头代替了第六个孩子 宙斯 他用布包着一块石头 并谎称这是新生的婴儿 克罗诺斯毫不犹豫地 将石头一口吞下肚子里面 使他成为唯一幸存的孩子 瑞亚把婴儿暗自送到了 克里特的狄克特山中 宙斯在那里得到了 库雷特人的保护 由两位女神用山羊奶喂食婴儿 一只雄鹰得为他带来鲜酒 每当他哭闹的时候 瑞亚的仆人就到摇篮身边 为宙斯载歌载舞 孔他睡觉 并且用短剑 敲击铜制的盾牌 制造噪音 来掩饰他的哭声 因此克罗洛斯一直未发现这一项秘密 宙斯长大之后 有了莫提斯的帮助 趁着举行宴会的时候 他给克罗洛斯喝下一种加了药的葡萄酒 迫使克罗洛斯把被吞掉的孩子全部吐了出来 吐出的顺序为赫斯提亚 迪密特 希拉 黑蒂斯 波赛顿 宙斯则带领他们的兄弟姐妹 与克罗洛斯来战斗 这就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泰坦之战 泰坦们在俄特律师山作为据点 而宙斯和他的兄弟姐妹则占据着奥林帕斯山 这也是这些神被称为奥林帕斯十二神的原因 双方记账了数十年 仍然没有结果 在这个时候 宙斯的祖母盖亚提出了建议 让宙斯到塔塔罗斯去拯救出三位白皮巨人 以及独眼巨人 他们是盖亚与乌纳洛斯的孩子 一生下来就因为长得丑 而被乌纳洛斯 关进了塔塔罗斯 在有天生神力的白皮巨人帮助下 白皮巨人是第一代的泰坦 威力当然不在话下 独眼巨人则上场制作武器 为了感谢宙斯的帮助 因此给予了宙斯雷霆 波赛顿则是三叉戟 最后黑帝斯得到的是隐形头盔 经由重能的协助下 宙斯打败了他的父亲 并且夺取了全部权力 将战败的泰坦 全都关进了塔塔罗斯 并由百壁巨人来看守 宙斯才刚将泰坦打入深渊 过了不久 盖亚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居然创造出最后的儿子 二兽太风 二兽太风的外形 在传说中有许多版本 但是最常看到的是有数百颗龙头 太风有惊人的能力 每一颗龙头都会冒出火焰 最恐怖的是还未操作飓风 手臂轻轻一挥 就把整座山给吹走 顿时之间 整个宇宙产生了震荡 但是很快的被宙斯发现 宙斯直接从奥利P4山降下闪电 直接打中了太风 强悍的威力 震撼天地 这种威势声响 连在冥界的黑帝斯 以及囚禁在深渊的泰坦 也感觉到不对劲 接着宙斯与妖兽正面对决 最后太风的摆头 被神雷所击中 整个身体着火 倒在地上 身旁的飓风 还夹带着火焰 向周围扩散 大地万物都开始融化 在宙斯的愤怒之下 也将太风打入了深渊 最后娶了婚姻之神希拉 希拉为奥林帕斯山众神之中 地位以及权力最高的女神 她是克罗洛斯与瑞亚的女儿 也是宙斯的姐姐 宙斯的三位合法妻子依序为 穆提斯 泰美斯 希拉 但是希拉为这三位合法妻子中 唯一的正妻 宙斯囚禁了父亲 万神之王克罗洛斯 取得了天 地 海 和地狱的统治权之后 宙斯三兄弟 用抽签 来均分势力的范围 自己掌广了天空 把大地留给了自己的主母盖亚 海洋 则让哥哥波赛顿成为海中的君主 居住在亥勤海里 冥界则送给了自己的弟弟 黑帝斯 但是黑帝斯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冥界 被称为冥王 整个世界恢复以往的秩序 当然宙斯也为同样的担忧所折磨 盖亚的一条神域内文说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若是女孩 她的智力以及力量 将与宙斯本人披敌 如果是男孩子 则会将宙斯的王位给夺走 宙斯对这条神域 十分在意 她巧妙地将木提斯 变成了水滴 然后吃掉 尽管如此 当时木提斯 已经怀上了雅典娜 被吃掉之后的木提斯 人在宙斯的头内 不断地打铁 来为女儿做一套盔甲 让宙斯产生剧烈的头痛 只好传换火神 和费斯托斯 用一把大斧头 劈开了她的头颅 于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女神 从她的头里冲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战争女神 雅典娜 并且立刻准备跟宙斯展开战斗 这时候宙斯的头痛状况已经消失 还好不是男的 并且很高兴地给予雅典娜重生 这就成为她没有被下一代神取代的原因 雅典娜成为希腊众神中 唯一不受到作私控制的女战神 这也是为什么雅典城 独立于奥利P43中而存在 谢谢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